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是善的 人家讲你什么都说很好 人家批评你什么都是善 就算你遭遇到了行 行法 受行 也是善 我们今天讲的是慈善 今天讲的都是善 任何一个环境在我们来讲起来 在修行人讲起来 都是善的 都不是可怕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 这个警察局的电话响起来 一个警官拿起听筒 还没来得及说你好 就听到电话里面大叫 救命啊 救命 警官就安慰他 别急 小姐 你慢慢说出了什么事 电话里面啊 电话里面啊 就讲 有一只猫啊 从窗口进来 赶快来救我 这个警官就讲 猫啊 猫没有什么可怕的 猫有什么可怕的呢 电话里面讲 猫很可怕 快来救救我 警官无可奈何的说 小姐 你听我说 猫真的没有什么可怕 你到底是谁啊 电话里面回答 我是鹦鹉啊 好 好 鹦鹉怕猫 老鼠也怕猫 刚刚呢 这个 我的女儿 是圣言乌坟贴行的总裁 努佛卿 达特 他的英文很好 我也很喜欢我的英文 能够讲得很好 可惜 我小时候不是很老实 我英文考试作弊 带着几只小猫出来 出来以后啦 终于有一只猫来 这个老鼠 小老鼠都很怕 这个猫的妈妈就跟那边小老鼠讲 不要妈 不要妈 这个猫啊 木猫 既然发出这个狗叫的声音 这样子狗叫的声音 那老鼠听到 它就跑了 不是老鼠听到 是猫听到 它就跑了 这个猫啊 就跟小猫讲 你知道吗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学问我没有写好 这是我的故事 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 不老实 考试作弊 英文考试作弊 所以现在 我始终在第二读大学 英文我始终是猜英文 英文是很不坏的 是真的猜英文 这个是我的故事 这个不是善 考试作弊 是不善 应该知道 我那时候是因为 我根本没有想到 我会移民美国三十年 也不想到美国来 所以我就是不想读英文 占作一股这个狭义的骨气 我不读就不读 现在你看 我碰到的这个外国人 只会讲 我看你是非常好 只会讲这样子 说些3Q啦 讲一些客套话啦 到饭食堂可以 order啦 这个到 Airport可以 check in啦 这个 i can go anyway i can go anyway i can go anyway go to the restaurant can order food and go to the shopping center can buy the something and i can try the car i can try the car 食衣住行 还马马蝶啊 这个还算是少上 你真正的演讲 你就不行 talk english 你就不行 你讲广东话 你讲广东话 就是会讲 讲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Tonight's dinner is very nice 豪室 豪室 跟人家讲 是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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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碰到马来西亚 就讲 马甘阿西 碰到印尼的 就 Satu Dua Dika Mbap Nima Alan Duzu Salama Mana 这一种邪问是什么 佛教里面叫做生命 生命 又叫做阴明 阴明 也就是speak 你能够知道很多的发音 我教大家念一个咒 Om A Hom Be Zak Guru Be Masti Hose Om Yish Choka Mantara Saha 这是我后面加上去的 莲花生大事的咒 Om Om Hom Be Zak Guru Be Masti Hom Zen Om Yish Choka Mantara Saha 为什么你要加这个咒 因为莲花生大事的出现 跟他的两个明灰 妃子 就是Yish Choka 跟Mantara 你只要称呼Yish Choka Mantara 莲花生大事讲 Very good Very good You are nice than Master do 这是音名啊 声名啊 就是声音的邪文 你今天要持咒 大随求菩萨的咒 Om Maha Maha是什么意思 是大 Om Maha Vnadi Saro Saha 这大随求菩萨的咒 你一定要念 一百零八遍 要截八个手印 然后你记得最后一个手印的时候 要摩擦三下 然后翻转拍掌 再翻转回来 要记得这样子的做法 那师尊教大家 这个大随求菩萨法 是希望你能够随心所欲的求 能够让大家如意圆满 如意圆满了以后 再进一步到了无求 最后是无所求 你就会成功 你的修行就会成功 各位观众 台湾华光功德会 将在五月二十日 在台湾雷藏寺 举办盛大的活动 联申法王将亲自参加 欢迎您当天和府立临 详情请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各位观众 请您珍惜联申法王 在台湾雷藏寺 所主持的护魔法会 从下周开始 护魔主尊友莲花童子 真佛大感应 真佛大传承 请您把握参加 详情请殿台湾雷藏寺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卢盛雁文集 感谢您的护持 最新著作 物境一点通 即将推出 详情请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我们修行的最重要的密教有三个重点 一个是出离心 一个是菩提心 一个是终观正经 其中的菩提心 就是慈善 你一定要 走你的正道 不要有所偏意 有偏了 就变成旁门走道 那么我也讲过 很多的旁门走道 希望大家能够守住你自己的菩提心 走的是正道 那一望减少 越来越少 一直到无求 再到无所求 先是有求 那是菩萨本身的慈悲 菩萨本身的慈善 他给众生很大的慈善 很大的力量 希望你们能够因为求得满足了以后 到了修行的阶段 就能够少益知足 能够得到真正的安乐 到了无所求的时候 你自然什么都可以得到 最重要的 你可以得到 你希望你要往生到马哈双连池 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 你能够走得到 今天晚上在这里 我要感谢金刚雷杖士 他本身的安排 还有美东区的所有的分堂 他们的义工 还有他们能够让大家聚集在这么好的地方 能够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大水球菩萨的灌顶 那种种 每东区的同盟 也很难得聚在一起 把世尊看到大家的心生欢喜 希望你们得到这个大水球菩萨的灌顶以后呢 每一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 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意 增加你们的财富 增加你们的智慧 家庭能够敬爱圆满 所有的病业 很重的病就能够减轻 很轻的病 能够在大水球菩萨的灌顶之下得到解足 你们的祖先在大水球菩萨的加持之下 能够得到超生 你们现在如果有灾难的 有官司的 希望都能够严满的解决 那么你心里翻喜 师尊心中越为你们翻喜 我今天来这里 能够给大家做大水球菩萨的灌顶 就是希望你们心中所求的全部都严满 祈愿大水球菩萨 听见我们听见我们所求的声音 让我们生活中的弟子都能够解除 他本身的困难 灾难 灾难 全部退上 我们求大水球菩萨 我们求大水球菩萨 希望他能够赐福给我们 我们求大水球菩萨 让我们所求的全部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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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一下大水球菩萨我做一下大水球的索印给大家看 这是谁求第一印 谁求第一印 谁求第二印 谁求第三印 谁求第四印 谁求第五印 谁求第六印 谁求第七印 谁求第八印 摩擦三项 一 二 三 还是回复原来的 谁求根本印 谁求根本印 当中有一个印 第一印 第二印 第三印 第三印 第四印 第五印 第六印 第七印 第八印 第二次做的才是正确的八个索印的顺细 第一次做的时候索印有索颠倒 这个第六印跟第七印刚好颠倒 所以第二次做的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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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八个索印 摩擦三项 这是联身法王卢盛宴在纽约做大随求菩萨的传法开示 在当天也为新人服证 同时有非常幽默的建议 那么现在问你们两位 你们是不是真正的要结婚呢 是吗 外面的声音太吵了 大部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结婚啊 只有一对新人啊 拜拜 那么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临时的长城 他本身有阿弥陀佛 有莲花童子 还有大随求菩萨 还有大随求菩萨 在这里有三宝 有所有的上师 法师 教授师 教师 导师 祖教 唐主 另外所有的同门 都在这里给你做尊贵的证明 那我现在再问一遍 因为刚才很多人喊是 我以为大家要结婚啊 那么现在再问你们 你们是不是要真正的结婚呢 能够永绝同心 永逆爱护 早生贵子 这个敬爱严满 不过啊 我抽出第一章啊 这里面有一个教授问 学生 什么是乐观主义者 跟悲观主义者 这个学生回答 乐观主义者 就是那些想结婚的男人 悲观主义者 就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男人 我建议你们在这个 在这里扶证完了以后 可以去潜水结婚 潜水 你会不会潜水啊 不会 那应该要学习潜水 潜水是最好的结婚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提醒新人 从这一刻开始 要学会忍气吞声 今天也是这么巧啊 我拿第一章的笑话就是这个 这好像在抽签啊 一抽 就刚好谈到你们结婚的事 那潜水结婚 那潜水结婚 既然不敢在大海里面潜水 那就在游泳池里面潜水 也是可以 潜水结婚有一个好处啊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刚刚已经讲了 要避气 要不出声 这个婚姻才是久久延延 忍气吞声呢 以后呢 这个敬爱就会非常的严满 如果不忍气吞声呢 将来你们结婚以后 有了小孩 小孩就做沙米 那你们大人呢 就一起出家 不过在谈诚之前啊 这个佛菩萨佛光加持你们 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 最相敬爱的佛化家庭 这是联身法王在纽约 为新人福政 同时传授大随求菩萨法 这是非常珍贵难得的法源 大随求菩萨法 我们会在下一集 继续为您播出 台湾雷杖寺的大随求菩萨法会